剛剛是地震嗎? Hello everybody, I'm Dave the Duck Fancy Cuppa This is A Cup of English 今天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英式英文裡面 英式發音裡面 所有可能你會發出 或是會遇到的音 首先啦還是要跟大家講一下 我每週都會在這個頻道講一些 英國腔、英國文化 還有一點點的英文學習小技巧 不想錯過的話 記得幫我按下訂閱跟開啟小鈴鐺喔 今天這個影片呢 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 英式英文裡面所有你有可能會遇到的音 那我所使用的音標呢 是IPA 國際通用音標 所以呢 它不是KK音標 所以它跟大家普遍台灣人 學的KK音標可能會有點不太一樣 那為什麼用IPA呢 是因為IPA其實它比較有邏輯性 也比較容易知道 它是在做什麼 在英文裡面呢它就主要是分兩種 就是母音跟子音 那母音的部分呢 它又分成長母音 短母音還有雙母音 在IPA裡面呢 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短母音它就是一個字 長母音它後面會有兩個點點 那那兩個點點仔細看 它其實是一個倒三角形跟一個正三角形 只要看到它就是要念長音 雙母音呢更簡單 兩個母音放在一起 兩個字放在一起 你看它兩個 它就是雙母音 你就是要發出兩個連在一起的聲音 所以非常的簡單 那子音呢 大部分都跟KK音標 大家學的一模一樣 那它也分成三排啊 三排就有有聲子音 無聲子音 那有聲子音跟無聲子音它其實是對稱的 它在不同的時候 它其實是會有可能 從無聲變成有聲的 那等一下就會一一細部跟大家講啦 那這一開始呢 就要跟大家介紹 英文裡面的短母音 英文裡面的短母音呢 裡面有 欸 欸 呃 呃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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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呃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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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哦 哦 這些就是 英文裡面的短母音 那短母音呢 就是要一種 爆破的力量 但是有一個例外 除了啊 就是蝴蝶音 它有時候 有些人會把它發的長一點 例如說它如果在 Bad 它就不會發 Bad Bad 它就會發到 Bad 所以有些人認為它其實有點介於短母音跟 長母音中間 那 它就是被歸論在短母音 所以它不可以這樣 Bad 它就是要 Bad Bad 那 這些就是比較 比較 進階語言學家去研究的 但對我們這些學習者來說 你就是要把它記成它是短母音 不可以把它發太長 它就是短短的 Bad Bad 那這就是 英式英文裡面 所有的短母音啦 那 長母音的話 它就有 那 長母音呢 就是你要把它變得非常好 長的長 但也不用特別去 elongate those sounds 就是不用去 真的拉很長 會 exaggerate those sounds 就是 不要太浮誇啦 就是 雖然它會這樣 I bought a new car 但不用這樣 I bought a new car 這樣就有點太長了 差不多 如果短母音是 阿 那長母音大概是 阿 大概是這樣 就是長一點點 但不用這樣 阿 阿 這樣下去 好 再來是所有的雙母音啦 雙母音有 Ear A Ua Oi O E I O 好 那有兩個雙母音呢 它現在在現代英文裡面 它已經做了轉換 例如說 Ua 它就有點變成 Ua 的聲音 它不會再唸 Ua 例如說 旅遊這個字它就不會再唸 Tour 它會唸成 Tour 或者是 我很確定這個 I'm pretty Sure 它就不會再唸 Sure 它就唸 Sure 就是比較現代英文 當然還是有一些些人 例如說 英國女王 她可能就還是會唸 Sure 但我們 比較一般的人 大部分的英國人 他們還是會唸 Sure 那另外一個呢 就是 Ear Ear這個音呢 英國人現在的 Modern RP 都把後面那個 Sure sound 弱化了 更弱化 變成 Ear 例如說頭髮 它就變成 Hear 哪裡 它就會變成 Wear 那 雙語音裡面呢 我個人覺得最 對台灣人來說最難的是 O O O 但是O這個字唸好呢 就會變得非常像英國人 它的發音技巧就是 Cau 好這就是要大量練習啦 就讓自己的嘴巴可以去 記得這個聲音 因為太多台灣人 發 SO 會變成 SO 這樣就是不太對的聲音 所以它是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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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舌舌舌 就要多練習啊 子音呢 大部分都跟 大家所學的KK音標一樣 所以我會快速唸過去 但是有一個音呢 是特別不一樣 所以你在聽的時候 可以稍微聽一下 到底哪一個音跟你 平常學的KK音標不太一樣呢 有一個 那有一個音呢 是KK音標 或者是IPA的圖表上面沒有 但是它會在英國 或是英式英文裡面出現的 那個音叫做 Dark L Dark L呢 它是舌尖 其實我在上個影片有講過 就是舌尖頂在上排牙齒 跟上耳的中間的那一個 縫隙裡面 所以就是O 所以它就是L 它如果在字尾 或是在子音前面它就會發出這樣的音 例如說World 它就會World 就是要去頂一下頂一下 但是它不釋放 所以不能講World 它不釋放 所以就World 那你有發現 英式英文跟美式英文有一個不一樣的地方嗎 就是Ti Ti Ti這個音呢它就會發 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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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想要做這個影片呢 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 所有音 那如果你真的真的很想要學好發音 學好每個音要怎麼唸 最重要就是初學者 不是比較初中級的學生 一定要找一個老師跟你一起做練習 因為學發音得到feedback是非常重要 如果你沒有feedback呢 很容易就會 就是你會自己一直發出的音 自己就聽不到 那我個人本身呢 也有在跟發音老師做學習 所以非常推薦大家 一定要自己找一個發音的老師去學好發音喔 那以上就是今天影片內容啦 如果你喜歡也想要學好發音的話 記得幫我把這影片分享出去 也幫我按讚 別忘記我每週都會在這裡講一些 跟英國腔和英國文化有關的內容 不想錯過的話 記得幫我按下訂閱跟開啟小鈴鐺喔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